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可以肯定 这并不是司马光的比误 因为在资质通鉴的下文里面 继续把王改成君 保持了上下文的一致性 虽然从现存的史料来看 我们很难判定 在孟科初见魏惠王的时候 魏惠王到底有没有称王 不过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司马光的这一点修改 很可能是在委婉地批评孟子 批评他作为儒家大师 怎么能在名分问题上 这么不严谨呢 如果魏惠王当时确实 已经称王的话 以孟子的灵活性 绝不会就着这点名分问题不放 如果一定要在王的头衔上边 做点文章的话 孟子也只是会说 称王很好嘛 不过既然称了王 就该有王者的样子 您看您在这里 那里做的可不到位啊 要改 这才是孟子的一贯话术 但司马光 处境不同 时局不同 就不能有孟子那样的灵活性了 最有意思的是 如果司马光不肯承认 魏惠王自封的头衔 那么自这通鉴 凡是提到魏惠王的时候 都应该改为魏惠侯才对 但司马光 已改不改 非常尊重历史和传统 唯独在孟子的发言里边 把魏惠王的王 改成了君 胡三行注意到了 这前后措辞的不一致 认为司马光 之所以这样改 是为了表达正统立场 对魏惠王的王者头衔 不予承认 前面讲过 司马光不大喜欢孟子 还专门写过一篇作品 题目叫《一梦》 顾名思义 就是对孟子提出的质疑 在司马光看来 孟子不但学术不纯 连动机都可疑 他只是个 举着古圣先贤的大气 给自己找饭满的家伙 在司马光的时代里 不喜欢孟子并不算特立独情 你只要想到一点 王安石很爱孟子 大力提高孟子的地位 把孟子映为同道 孟子的头上 长期贴着一张标签 写着迂阔两个字 可以理解为 十股不化的理想主义者 但司马光 是站在如学左派的立场上 批评孟子的 所以时常觉得他并不迂阔 甚至还不够迂阔 像孟子当面怼了魏惠王 要他只讲仁义 不讲利益 就连很多儒家内部人士 都看不过去 觉得魏国 接连被列强欺负 一连串的损兵折将 割地求和 当务之急 自然是富国强兵 就算不搞商鞅变法 那么极端的措施 至少也不该在这个时候 空谈仁义啊 但司马光觉得 仁义和利益 并不矛盾 孟子那番话 一点都没有说错 为了证明这个观点 辞职通鉴接下来摘引了孔丛子的一段内容 说孟子当年师从子思 曾经问过老师 治理百姓 应该先做哪一件事呢 子思说 应该先让他们得到利益 孟子很不理解 追问说 君子教化百姓 无非是讲仁义而已 为什么要以利益为先呢 子思的回答是 仁义本来就是用来给百姓 带来利益的嘛 如果管理者不仁 那么下面的人就得不到自己应得的利益 如果管理者不义 那么下面的人就会一门心思弄虚作假 这种情况对利益的损害最大 所以周易里边有这样的话 利者义之和也 还有利用安身 以重得也 这两句话说的都是大的利益 子思和孟子的这段对话 很有可能是虚构的 但司马光不管 他肯定太喜欢这段话了 子思援引周易的内容 第一句话 利者 一知和也 很难用现代汉语准确翻译出来 它的出处是文言对前挂挂词的解读 周易大体分为两部分 原始的挂谣词是第一部分 这部分仅仅是专业人士的算挂手册 儒家学者把这些内容 产发了很多高深哲理 写出十篇产发性的文章 附在算挂手册的后面 称为十一意思是十个翅膀 从此就让算挂的内容 乘着哲学的翅膀 文言就是十一之一 很深刻 但也很不靠谱 前挂的挂词只有四个字 元亨利真 假如你去找人算挂 算的结果是前挂 那么算命先生就会告诉你这句挂词 它是算挂界的专业术语 意思很简单 大吉大利 然而到了文言这里 故作高深 把元亨利真四个字拆散 逐个解释 把这四个字解释成了君子的四德 其中利作为四德之一 含义是利之和 既有可能是指利益的汇总 也有可能是指不同的利益诉求得到了协调 再看子思引用的另一句话 利用安身 以重得也 出自十一当中的细词下 含义同样很难解释 但我们只需要知道 在这样一个命题里 利益的存在是为了把德发扬的更好就可以了 在子思的逻辑里 利益非但不是什么可耻的东西 反而是仁义所追求的目标 如果不是为了建设一个美好的社会 为了你好 我好 大家好 那为什么要推行仁义呢 仁义本身没有价值 它的价值仅仅在于 只有通过它才能够实现丰富而融洽的公共利益 公共利益才是儒家追求的核心目标 而仁义是通往这个目标的唯一一条通道 如果把这个逻辑继续推演下去的话 那么所谓仁义和利益的矛盾 本质上就是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矛盾 是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矛盾 是宏大利益和银头小利益的矛盾 司马光特意挑选了子思和孟子的这段问答 要的就是配合孟子答魏惠王的那段名言 然后司马光亲自评论写下一段陈光约 说孟子答魏惠王的话和子思答孟子的话 其实是一回事 但为什么说法貌似截然相反呢 这是因为只有仁者才晓得仁义可以带来的利益 不仁者并不明白 魏惠王并不是因为仁者 所以孟子才会在他面前只谈仁义不谈利益 这就是自治通鉴关于孟子华丽亮相的全部内容 司马光真可谓用心良苦 又是改动孟子对魏惠王的称谓 又是援引孔丛子来给仁义和利益搞统一 又是撰写评论性意见 点名孟子之所以貌似片面的推崇仁义 否定利益 只是因才失教的小技巧而已 司马光之所以有如此良苦的用心 是因为仁义和利益的关系问题 是宋朝思想界的一个老大难问题 也是学术界的焦点问题 直到南宗灭亡 也没争出个所以然来 仁义和利益两个概念 对应在政治上就是王道和霸道 没人怀疑以宋朝这样一个有着绝对文化优越感的政权 应该称王而不是称霸 但只要把眼光放低一点 认清现实 就会发现国家负担太重 有点击中难返的趋势 恐怕撑不了多久 国家财政就要崩盘 所以当年魏惠王发愁的事情 宋朝皇帝也在一样发愁 假如有一位新时代的孟子来见宋朝皇帝 皇帝最想问的问题也一定和魏惠王一样 就像宋神宗期待于王安时的 所以司马光想要表达的是 追求利益并没有错 就连孟子和孟子的老师都不否认这一点 但只有追求仁义才是真正一本万利的买卖 公开追求利益只会适得其反 那么到底是谁正在重蹈魏惠王的覆辙呢 当然是以王安时为首的那些改革派 那么问题来了 就算司马光说的对 但魏惠王假如在明白了这层道理之后 为了追求最大利益而去推行仁义 这算不算是假人假义呢 凭着假人假义 能和真人真义殊途同归吗